金金河污染事件从3月7号爆发到今天 已经有超过近千名的师生因为吸入毒气送院 眼看事态是越来越严重 首相马哈迪他今天也取消了在部城的活动 亲自到巴西古当去探访受害者 与此同时呢 这件事今天在国会下议院也掀起了激烈的讨论 不少的朝义议员都齐声呼吁政府 要宣布把巴西古当进入紧急状态 柔佛巴西古当国会议员哈山卡林 今天早上在国会问答环节中 突然向环境部长杨美颖求助 那希望国会批准他的动议 让议员可以辩论是否要宣布巴西古当进入紧急状态 那说辞非常激动 随后副首相王阿兹沙在国会走廊上表示 自己会在下午到巴西古当进行巡视 不过他却表明政府现阶段无意为当地宣布剪辑状态 无论如何国会下议院议长阿里夫 最终是批准了哈山卡林的紧急动议 并且定在今天下午4点半进行辩论 就在刚刚傍晚巴西古当国会议员哈山卡林的动议 还是被驳回了 首相署副部长哈尼巴的解释 就是说颁布紧急状态 必须要经历几个阶段几个程序才能完成 尤其当州政府现在认为 他们有能力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时候 那么联邦政府更是无权去插手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 尽管是这样 哈尼巴强调 政府已经分配大量的人手和资源 到巴西古当去协助救援了